Lamigo桃源张敏勋资料照记者称智取舍 记者无心政台中报道 Lamigo桃源捕首敏玩张敏勋魁为将近四个月重返疑军先发 张敏勋表示希望能持续是大运期间的好感觉 进一步重建信心 张敏勋去年获得冤队第一指名 签约经460万元打破终植行人捕首记录 今年被要减负的505万元超越 但是大运之前本季只在一军出赛两场 5月6日首度先发就被处身球急伤 之后一直呆在二军 张敏勋不但在世大运之前无法重返一军 一度还传出发生传球失忆症 张敏勋坦言一直没有调整到满意的状况 的确打到有点失去信心 但即使如此世大运台湾队仍然征召他参赛 感谢有这个机会 张敏勋在世大运行起台湾队主战捕首表现出色 张敏勋表示参加国际赛有回到原点 重新出发的感觉也让他找回一些信心 不过回到职方又是不同的挑战 希望能保持在世大运找回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